我们现在进去以后呢是开始适应这个规则 当然呢早在八年代初邓小平中就喊出了 要建立世界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 就是针对这些东西是非常不满意 但是这需要时间 另外也需要力量 没有力量没有更多的发生人家意识到这些问题 大家联合起来是不可能修改这些规则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在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方面 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迹象 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实际上也就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我觉得作为世贸也好 作为其他的国际组织呢 那么调整这样一种严重的失衡问题呢 应该说是一个逐步的要加大力度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在G20会议上呢 看到各国首脑这个表态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这个表态都很坚决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这个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 感觉这个如此相悲 我还认为一句话 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是臭豆腐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所以本国也就是 对要讲反对啊 一个比一个人吊字口 但是要干起来 他一个不比一个落后 那我们现在在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 去制定相关的国际贸易的规则的情况下 我们针对这样的不断的针对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贸易壁壁 贸易保护措施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首先要催动多哈回合谈判 这个多哈发展回合谈判 这个回合谈判是倾向于法人国家的 要现在这一团体方法人讲 要在明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 这个多哈回合达成协议之后 会大大的缺减工业品和农业品进口关税 这对于自由贸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中国应当在这个多哈回合谈判 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呢 现在这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但是他对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的这个游戏规则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 调整吗 刚才说的欧盟和美国都是他自己国内的规则 对 所以你还不好去修正他的规则 你只能到WTO 在WTO范围之内 所以我对这个这次无缝干管案 我建议我们国家政府和企业 要么是到欧洲法院去起诉 欧委会 要么是到WTO去起诉 就是说你只根据一个损害威胁 你没有严格按照WTO的基本规定来办 你是违背了WTO的基本规则 我认为这个事 还尽管需要时间 但是需要去搞 需要伸张正义 不然的话呢 除了欧盟以外 别的国家也会照此办理 这是中国到现在 几百起反行案中的唯一的一期 仅凭一个损害威胁 就返机要成立 这个恶劣的线列要达掉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针对欧盟对中国 征收这个高额的反倾销税 对无缝钢管这种高额反倾销税 这个事件的所做的分析和评论 再次感谢 那么也谢谢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的金融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